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燈光弄暗一點的話 你們我看看 你們會不會看不到 來 我這裡呢 我們開始上課了吧 可以拍得到嗎 好 這裡有個銅網 它是一格一格的 這跟我們的晶體是 一樣的 相當的 知道嗎 我們的晶體是原子 然後一顆一顆的 OK 原子和原子之間有空格對不對 那你看一看 你幫各位同學驗證一下 這個的確是有空格 周期的 micrometer 來表示你的眼睛分辨率很好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的眼睛 我眼睛不好 不好 看到嗎 一個空格一個空格 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 很小 這個叫時空間 知道嗎 這是你的晶體 有周期性的 我又有一個雷射 OK 我這個雷射筆 我會打到你們看那邊 我打到它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看到 我看看 有嗎 這個一個點 好 因為 那個繞射點太小了 我看看 我們在實驗 我看 這邊 看一下 我看這樣行不行 來 或者是你的背景太亮 我站遠一點 來 等一下 有沒有 你看到那些小點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就是你的倒空間點 我這邊 看到沒 那個就是你的G1G2 看到沒有 沒有二圍的 對 看到沒有 我再拉遠一點 會 會看的比較大一點 有嗎 反而沒有了 有沒有 有啦 在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倒金額點 這個是10空間 你看到的就是完全繞射 知道我意思沒有 你看到那個就是繞射點 那個就是G1 G2G3 知道嗎 我要是這邊的周期是A 一格一格是A 那邊就是A分之1的 知道嗎 2πA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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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πA除以A 4πA OK 大概就是那個 那它的金額 我這邊的金額要是越密 我這邊倒金額空間要會越 寬 知道我意思沒有 倒數嘛 倒數嘛 知道我意思沒有 要是我這邊的A比較小 我這邊的周期就變比較長 所以為什麼叫倒空間是這樣來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它的周期它的性質幾乎是倒過來的 好 所以你們看到了那個東西 我只要給另一個10空間 我的倒空間其實是什麼 同時存在的 OK 我的倒空間跟10空間是怎麼樣 一樣的真實 好不好 不是假的 倒空間不是假空間 倒空間是真的有存在的 它就是什麼 就是叫做造射空間 知道嗎 叫造射空間 因為我的波 在周期性的位能裡頭 傳遞 它一定要產生造射 好 好的 這個 這是我的G 這個是我的入射的電子數 我到這個K0 我到這裡有一個點 我會相對一個點 OK 就像 就像你們剛剛看到的雷射 打過來那個很亮很亮那一點 那一點就是這個K0 知道我為什麼沒有 就是這個K 這個燈太亮 好 這樣可以嗎 再一個 好 好 這一個點是哪一個點呢 這個點就是這個 那個K0 就是這個雷 就是這個原點 這個G1呢 就是 就是這個點 所以我這裡有一個金格平面 它會產生繞射 它會產生繞射 這個是C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這個點呢 就是我那個G1那個點 知道嗎 我G1那個點 連起來 那我中間垂直平分的那個平面就是什麼 這就是你的金格的平面 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我金格的平面 那這個金格的平面 這金格的平面呢 基本上就是我的什麼 Bluin zone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你所謂的Black's plane 就是你會產生如射角反射角 那個Black's plane就是這個Bluin zone 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 我要是我的波向量的長度 等於是我這道空間長度的一半的時候 我會產生什麼 產生繞射 好不好 所以它的物理就是繞射 我形成初波 好 這叫Black's plane 好 那這裡頭呢 這是我的二分之G 這個是我的G G1 這是我二分之一G 二分之一G的長度呢 這個是我的長度是K 我的長度是K 那我這個sin C打B呢 sin C打B 我這一個二分之一這個 的sin C打B剛好是 K0的sin C打B剛好是等於這個 OK 好 那G呢就是等於 OK 這個 那我的G呢其實是等於 A分之二π 對不對 這個K啦 他這裡的K的定義這個 這個把二 把二π 把二π都給弄掉 所以這個是 這個變成 D分之一 這個變成 因為這裡都沒有二π嘛 這都沒有二π 這自動消掉 所以呢 那這個就是 二分之一的 G呢 G 等於K0是 兩打分之二π sin C打 二π二π消掉 所以這個是弄過來 這個整個弄過來 兩打弄過來 兩打乘以二Asin C打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Black's law OK 那Black's呢 因為寫這條公式 他德諾貝爾獎 這好像是 因為這條公式 他就德諾貝爾獎 這個是德諾貝爾獎 OK 好不好 G呢就代表 晶體裡頭會產生 建設性干涉平面的組 OK 一個平面的組 OK 所以我們試著就是把這些Band theory Energy Band theory 跟整個繞色物理整個連起來 其實他們就要談同樣的東西 談同樣的東西 好 那所謂時空間到空間 這個是 課本沒有 因為既然談到這裡 我就給你們一個比較 比較好的概念 我再寫在這裡 晶體跟繞色 其實花樣 繞色的圖形 你剛剛看到就是那些 紅點點 那些繞色的圖形 其實就是我們 跟我們的Band gap是一樣 為什麼我需要一個空間 為什麼我需要另外一個空間 到空間 就是我所謂的動量空間 能夠使我們方便描述晶體的繞色問題 不僅是晶體的繞色問題 晶體的什麼 能帶的問題 OK 事實上到晶的空間 跟時空間是怎麼樣 一樣的真實的 那我們可以把晶體想像成 它其實有兩個晶格 一個是原子排列的晶格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你那樣繞色的晶格 就是我們什麼 會發生Energy Band Splitting 那個晶格 知道為什麼沒有 一樣的 石晶格 石晶格本身 石晶格就是晶體的本身 倒晶格就是會 發生繞色空間那些點 剛剛那些點 那一半的地方就是Bluvian中 OK 連接 連接那些倒晶格點 一半的地方就是Bluvian中 那這個給大家一個概念 一個概念 這個是石晶格 我給定一個石晶格 給定一個石晶格 那我們怎麼去畫倒晶格 這一段不要播出來 剪掉 因為這實在很糗 連這個東西都可以啦 好 這一段可以播出沒關係 來 所以其實我們在E尾的 E尾的地方看 這個點叫做G 這個點叫做G2 那E尾的空間看 我的Bluvian中在 它的垂直平分 地方 知道嗎 垂直平分 二維的也是一樣 連接起來 垂直平分 垂直平分 所以 這個是我一個平面 所以我這個G的向量是什麼 就是這個平面的什麼 這個G就是這個平面的 法向量 就是這個 我連接這個 這個向量就是這個平面的法向量 我們剛剛有談過 然後我這是我的平面 我會產生繞色 這是C 這是C 我這個是我的G 這是我的原點 這是我的G1 這個向量就是我這個平面的什麼 垂直平分法向量 OK 就是我的法向量 好 你來看這裡 我現在有金格點 你這裡看起來 因為你畫很多白色的 我們白底的 跟在黑板上 在這個叫綠板上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很不太容易看出來 但是我重新reproduce 我有個原點在這裡 這是我一顆原子 這個是我一顆原子在這裡 這是我一顆原子 一顆原子 OK 我還有一顆原子在這裡 一顆原子在這裡 原子在這裡 原子在這裡 我還有一顆原子 這是我的晶體 這是我的晶體 我的晶體是這樣 不對 抱歉 好 這一段要洗掉 來 畫錯了 我的金格在這裡 這是我的unicell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unicell 這是我的金包 這是我零 這是我A OK 這是我的B 我不是立方頸 我不是立方體 C是跑出來 這是我的金格 對不對 這是我的金格 好 我給定你這個金格 OK 給定你這個金格 那這個金格呢 你念我這裡 因為我是周期的嘛 知道我意思沒有 應該有一個在這裡 有一個在這裡 這是我原子所在的金格 OK 好 我給定你這個金格 假設你有這樣的金格在手上 你用雷射筆一照 你預期 它長什麼形狀在哪裡 你的刀空間長什麼樣子 你怎麼去畫 所以基本上呢 因為我知道 我那個稻金格點是我的滑向量 對不對 平面的滑向量 好 我來看喔 這個 長度這個叫100 這個叫010 我的C001跑出來 好 這個平面是什麼 這個平面是什麼平面 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 你們知道這個平面是什麼 你們學過彩導對不對 這是什麼平面 解晶平面 HKL嗎 你有這樣子的 這個平面 這個叫A 這個叫B 這個叫C 這是什麼平面 這什麼平面 你們知道嗎 這什麼平面 這個叫什麼平面 這叫什麼平面 這裡 這個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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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平面 切以A軸的結績是多少 A軸 切以A軸的結績 有沒有切以A軸 沒有啦 A軸結績無窮大 根本沒有切A軸 對不對 所以這個平面叫 無窮大分之1吧 切以B軸切多少 切一個單位嘛 那叫1分之1嘛 C軸是這裡對不對 有沒有切以C軸 沒有啦 所以叫做無窮大分之1 那這個平面叫什麼 叫010平面 OK好不好 我們順便複習彩導 OK 這叫010平面 OK 好 你們上完這個課以後 再跟那個 念那個 固態物理的同學談 你這個會很厲害 OK 會比他厲害 來 這是什麼平面 這個平面叫 所以這個平面叫什麼 這叫010平面 兩個平行的嘛 010平面 一樣啊 來 這個平面是什麼平面 這個平面什麼平面 這個平面跟這個平面一樣對不對 好 切以A軸切多少 一個單位 對不對 切以B軸 無窮大 切以C軸無窮大 所以這個平面叫什麼 100平面 看到嗎 這叫100平面 好 我在100平面我做個滑向量 我做一個滑向量 垂直的滑向量 我做一個滑向量 OK 假設我這個平面呢 是D 我大概在D分之1的地方啊 D假設是兩個安闖 這個平面的間距 假設是兩個安闖 好 我在D分之1的地方 D分之1的地方我畫一個點 在它倒數嘛 對不對 我在哪裡 我在D分之2π的地方我畫一個點 知道我意思嗎 沿著這個滑向量的地方畫一個點 這個叫什麼 這就是G1 懂我意思嗎 我這個平面的垂直平分啊 沒有 因為這是動量空間的點 我動量空間這是我的周期 我這個要是D的話 就是D分之1 你看喔 這個平面呢 我畫一個滑向量 我畫一個滑向量 這個滑向量在哪裡 這裡 畫一個滑向量 這是D1 然後這個是D1 這個滑向量 這個滑向量 這裡有很多 這個滑向量 我把滑向量動 這個滑向量 這個滑向量 然後結果這個滑向量 010的2π倒數應該比這個小對不對 這個小 所以大概是在哪裡 大概是在這個 你要乘比例的 你要乘比例的 所以大概是在 等一下 我看一看喔 它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兩個稻金格 好 我現在呢 這個是什麼平面 白色的都是 白色的是石金格 黃色的是稻金格 知道我意思嗎 這個平面切於 切於A 切一個單位 切於B 切一個單位 切C 切於0 對不對 A 無窮大 這個叫什麼 這叫110平面 110平面 所以我這裡有個110平面 這是我110平面的 這是我110平面的滑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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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比較短 所以我意期它會比較長 我那個點呢 我那個點呢 10點會比較長 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會二維的 一個稻金格 黃色的 我可以畫出來 這是200 這是110 這個呢叫做010 這個呢叫做010 欸 你畫出來 知道嗎 黃色的倒數是我的稻金格 知道我意思嗎 剛好是它的倒數 所以為什麼叫稻金格 這個就是我剛剛 剛剛我們弄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對不起 我待會回來這裡 剛剛我們弄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 因為我是square金格 因為我是square金格 所以我們現在畫的就是這些 G1 G2 G1 OK 知道我意思嗎 我就跟你們講它是怎麼出來的 給定一個10金格 你就可以畫出道金格 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OK 兩個是一樣的真實 所以 我們剛剛給的是一個比較 不是立方 不是立方的金格 欸 不對不對 越來越前面 越來越前面 好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現在我知道這個金格 這是我的倒金格 我把白色的擦掉 免得就是 我們會比較簡單 好 我有這樣子的倒金格 我會產生band gap splitting的在哪裡 會產生band gap 會 splitting 能量會 splitting 會產生繞色的在哪裡 在這個的垂直平衡線 這個垂直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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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平衡線 所以你大概會 會像一個多面體 OK 大概會像一個 你畫一下 大概會像一個多面體 就像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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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剛剛畫的 這台是立方體 這個是原點 這是 這是A分之2π 它這個垂直平衡線 這是 連點 A分之2π 垂直平衡線 垂直平衡線 所以中間這個白的 叫做 first blue ringtone 知道嗎 再來 第二比較 第二長的 第二長的向量在這裡 所以我畫垂直平衡線 垂直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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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個灰色的是我的 第二長的 第二長的向量 第三長的向量 第三長的向量 大概在這個 OK 在這裡 你畫垂直平衡線 垂直平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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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基本上這個白色 又回到哪一個 叫做 the third blue ringtone 知道嗎 知道我意思沒有 就畫垂直平衡線 知道我意思沒有 好 這個叫 所以 所以這個critical 像這個邊界 這個邊界呢 我剛剛說過 如果這個向量是更號2 然後它一半剛好是2分之 更號2就是這個地方 知道嗎 知道我意思沒有 好不好 OK 就是這個 那這個叫 brewin zone 好 那這個跟 這個 繞色的關係呢 我講過 這個你們看一下 這個black scattering 我想你們大概就是 比較清楚了 比較清楚 所以 所以 第一個這個 first blue ringtone 在相當於是0度的散射角 這個當然相當於45度的散射角 知道我意思沒有 OK 你們看一下 跟這整個black reflection 那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只要有波 這個波在什麼地方 在晶體裡頭傳遞 它會產生繞射 就是有些能量它不被允許 它產生鑄波 好 好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 因為周期不一樣 我這個能帶 基本上看起來就會不一樣 OK 我能帶看起來不一樣 這是我沿著001的地方 這是我沿著 我沿著這個方向 來畫我的band結構 OK 我沿著這個方向來畫 沿著這個方向來畫band結構 如果我的周期不太一樣 我這個能量 會splitting那個地方的能量大小 位置不太一樣 知道我意思沒有 OK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我如果對這個軸 畫這樣子的能帶圖 和沿著這個軸 畫能帶圖 大概就像在這裡 好 就是這樣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那這兩個band呢 當我電子有這個能量 有這個動量的時候 它不被允許 但是呢 在這個地方 它是被允許的 所以我這個band呢 我這裡有個gap 我這裡有個gap 你疊起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什麼 它基本上是 整個平均起來 它是基本上你的gap 看不見 這個材料不會是半導體 知道我意思沒有 你的所謂的半導體就是 你各個方向 疊起來的時候 你的重 你這個band 幾乎在各個方向 都是相同的位置 你會是半導體 待會你們會看得到 silicon 跟 silicon跟什麼 跟銅 就完全不太一樣 所有的波 在周期裡頭 傳遞都會有 這樣子的gap 但是 能夠稱為半導體的是 你每個方向 去疊起來的時候 你這個band要怎麼樣 要在有一個band的位置 來我弄給你們看 來 好 等一下 好 在這裡 這是silicon 這是c 那待會我會解釋一下這些符號 待會我會解釋一下這些符號 但是 這個band這裡 這個是畫11方向的 這是在後面後面 這一段 是100方向的 對 它這個位置 剛剛說很 都是你可以連結起來 好 這個是110方向的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band gap 我這邊有個band ok 這邊有個band 這是我的band gap ok 就是這個 那這個叫indirect band gap 這叫非直接的能系 因為 我的k 這個是我的動量空間 我的電子要跳上去 這裡的時候 我的動量會改變 這叫非直接能系 知道嗎 這個光電效率比較差 光電效率最好的是 我跳上去的時候 我的什麼 我的動量完全不變 這叫直接能系 知道嗎 很多三乳半導體是直接能系 所以為什麼三乳半導體 你那個光電效率會比較好 因為它直接能系 知道嗎 為什麼很多光電的東西 要用三乳半導體 不用silicon ok 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它從這邊直接跳 它這個剛好在這裡 我們好像有個gelium arsenide 我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gelium arsenide 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gelium arsenide 這個beautiful 所以我這個其實是不同的結晶方向 知道我的意思沒有 我是一塊一塊把它黏起來的 知道我的意思嗎 知道 一塊一塊黏起來的 那黏起來的時候你看 我這個三乳半導體 我從這個叫做架帶valence band 我要跳到conducting band的時候 你看我的動量有沒有變 這是我動量走對不對 動量走沒有變 這個叫direct band gap 好不好 叫直接能系 我跳上去 這種光電效力比什麼 比間接能系的 我要從這邊跳到這邊的 我的效力會比較好 因為我會損失一些動量 知道我意思嗎 我會損失一些動量 那這個效力比較好 這個三乳半導體 所以為什麼很多光電的 不用silicon半導體 要用三乳半導體 就是這樣 好給你們看一下 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好 這個是couple 所以couple呢 我也是很多方向疊起來 我是很多方向疊起來 那我這很多方向疊起來 那個我們再來談這些符號什麼意思 它只不過代表不同接近方向而已 你不要被這個compute掉 但是跟你們講說 這個是110方向 這個是110方向 這個100方向 你看我這邊還是會有能系的 我這邊也是還是會有能系的 某些地方有能系 但是我把整個通通疊起來 通通疊加起來 從投影到一條線 通通投影到能量的線 我沒有gap的 我沒有gap的 所以這個它是什麼 銅是什麼 它是導體 OK 它是導體 因為你整個投影到一個 一個這個能量軸的時候 它基本上沒有間隙的 沒有能量間隙的 OK 因為它往這個軸 它的能量不被允許 它會往另外一個軸去走 OK 會往另外一個軸去 會往另外一個結晶方向去走 那我發現這個還有沒有 銅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metal 所以一般的metal 一般的metal它基本上 你在不同結晶方向的時候 你看一個結晶方向 它其實是有band gap的 但是它會受到什麼 其他結晶方向給補償過來 知道為什麼要投影過來 給補償過來 所以它平均來講 整個晶體平均來講 它沒有能系 OK 但是半導體有 那有能系呢 又分成兩種 一種叫直接能系 一種叫間接能系 知道嗎 你間接能系的 基本上我的k向量會什麼 不太一樣 知道嗎 它會損失一些動量 它從低能量跳到高能量會怎麼樣 它會損失一些動量 或者是從高能量的怎麼樣 從低能量跳到高能量 它就會有電子的 電子的傳導 那從高能量它跳下來 變成光的時候怎麼樣 它要損失一些動量 所以它光電的效率怎麼樣 比較差知道嗎 但是你跳下來 你的動量不變的叫直接能系 它的整個光電效率會比較好 好不好 好 大概是這個 好 那我看看 我們再來回到前面 OK 好 好 我看了 這個 那 這個呢 剛剛我們講的 叫做 我要是知道這些點 這是我的倒金隔點 這是我倒金隔點 這是我倒金隔點 那倒金隔點的垂直平分線 倒金隔點的垂直平分線是什麼 這叫boulyluin zone 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框起來的 就你所有的垂直平分線 所圍起來的這個 叫做什麼 多面形的 這個叫boulyluin zone 裡面 知道為什麼 這叫boulyluin zone boundary 好不好 那外圍的 第二個 第二個最遠的 你又垂直平分線 你圍起來是什麼 第二個boulyluin zone 知道為什麼 你第三個比較長的項量 圍起來的多面體 是什麼 多面形 是第三個 知道嗎 依此類推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二圍的 那三圍的會是怎麼樣子呢 三圍的會弄起來 會變成是一個多面體 OK 它變成多面體 所以你看到了這個面 一個面一個面 這個其實 這是一個多面體 那它基本上這個就是 叫做boulyluin zone boundary OK 那在這個面上的向量 三圍的向量 它叫做k其實就是所謂的k 這個k 這個向量k其實就是等於kx加ky 這三圍的向量 當這個向量呢 長度要是等於a分之什麼 2ππ的時候 剛好是座落在這個bouly的面上 知道嗎 那當然是 那當然是 不對 錯 應該是 a分之 更號 kx平方加上 ky平方加kz平方 好 這個 2π 這個的時候 它會 它會等於 它會 產生 就是你的bengap會分開的地方 那這個剛好是一個 平面間距的導數 我們知道 你們上過彩導 對立方體 對面性立方 跟體性立方 我的平面間距 平面間距 我的一個平面要是 是hkl 或者我就叫做 這其實叫做hkl hkl 我們說過這個 武力運動其實 這是我的 繞色平面 知道我意思沒有 我的繞色平面 hkl 那我的間距呢 dhkl 其實就是等於 a分之 更號 h平方加k平方 加l平方 所以我的倒空間呢 我沿著這個平面 是做法像這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的導數對不對 常常是這個導數 所以我這個是d分之hkl 分之二排 就是我的g1 就等於 a分之更號h平方加k平方加l平方二排 ok 大概是這個 所以 這是某一個平面 所以這個 這個平面看到沒有 這個平面 基本上是hkl等於 0 0 1 知道嗎 100 知道我意思沒有 這個方向 這個平面 ok 這個方向 是等於hkl 平面等於什麼 111 知道我意思沒有 就是這個 那 待會就會看到 我會教你們怎麼算 這個都有數學的 這個都有數學的 那它是怎麼出來的 怎麼算 多面體怎麼出來的 那底下就會教你們怎麼算 好 那我會有 這個再來是 底下就會 詳細教你們怎麼算 然後那個bain gap 怎麼算出來的 就是我們底下的功課 好不好 那為了能夠一個比較整體性 我們把它留在下禮拜去 把這一張後面的這個講完 好不好 就是energy bain 就是我們後面這個圖形呢 這些圖形怎麼出來的 我們留著下禮拜再講 好不好 好 這禮拜就到這裡為止 好